首先第一个方法是怎么往外卷呢 卷发棒朝外 朝向外面 不要朝向自己 这是朝向自己 然后这是朝向外面 然后夹住头发 往下滑 注意滑的时候手要一直抓着发尾 然后流出差不多三四厘米的长度 然后再往上卷 你看它就全部掉下来 再抓一次 夹住然后往下拉 然后往上卷 卷的时候它只有一个方向往上卷 因为如果你往反方向卷的话 你的头发就会被折住 这样就会被折 这样就会被折 所以你就只能顺着一个方向往上卷 然后这就是一个往外卷的方法 然后怎么往内卷呢 就是跟刚才相反 这是往外 然后这是往内 卷发棒的夹板朝向自己 然后夹住头发 注意夹头发的时候 看到头发的头发 注意夹头发的时候 这头发要移到底部 然后夹的高一点 然后往下拉一下 然后卷 然后这部分卷差不多 拉到十秒之后 就可以放一下 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放一下 然后再往下拉 再往上卷 然后又过八到十秒 又放 放完之后再往下拉 再往上卷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一个 往外卷的一个弧度了 然后怎么往内卷呢 跟刚才一样 就是卷发棒朝向自己 就是往内卷 卷发棒朝向自己 然后 往下拉一点 然后卷 卷完之后 放 然后放完之后再往下拉 再往上卷 然后过八到十秒 又可以往下拉 放完之后再往下拉 再往上卷 就是一个循环 然后这就是一个往内卷的方法 首先 首先 这个 首先是往外卷 这个卷发棒在上面 头发在下面 从下面往上绕 这个就是往外卷 然后怎么往内卷呢 跟刚才相反 因为它真的 嗯 比前面两个方法更可以照顾到上面的头发 然后卷发的速度也非常快 就这样滑滑滑滑滑滑滑 就不用刚才那样 放一下卷一下放一下卷一下 很浪费时间 嗯 嗯